疫情持续的恶化 国家安全理事会傍晚宣布 彭恒劳务县将实行有限行管令 当地两个地区 加里和都赖则落实行管令 所有管制令一律从明天开跑 直到下个月13号 国防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傍晚发文告指出 彭恒刮拉吉挠 斯里地沙住宅花园 以及沙拉越斯里安曼 麦鲁谷国中陆续出现了确诊病例 因此当局决定明天开始落实加强行管令 另外 沙巴陡湖三个地区的加强行管令 分别在今天和明天解除管制 至于吉兰丹道北一所宗教学校 以及哥达巴鲁一所宗教学院的加强管制 将个别延长到下个月13号和14号